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今天是2019年3月9日,星期六 就在今天,有一位中国的企业家 他叫刘江,去世了 年仅63岁 很多人呢,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名字 之前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 但是呢,如果告诉你他干了什么 有很多的朋友有可能知道 他是中国时尚杂志的创办人和创始人 他在1993年的时候 他创办了一个时尚杂志 叫时尚,就叫时尚 现在呢,这个时尚杂志 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时尚集团 他的旗下呢,拥有20多本时尚杂志 可以说呢,拥有了中国时尚杂志界的半壁江山 那在1993年的时候呢 他创办的那个时尚杂志 如果你的年龄跟我差不多 如果你很喜欢时尚的话 你有可能记得那本杂志 因为呢,那本杂志太扎眼了 当时,当时这本杂志出来的时候呢 一般的杂志都只有几毛钱而已 一本 他的杂志,这本时尚杂志就要10块钱 后来呢,当其他的杂志涨到一两块钱的时候 他这个杂志已经有40多块钱一本 我当时很喜欢他这个杂志 几乎每一本我都会买的 很喜欢看 尽管呢,有一点贵 不是小贵,挺贵的 当时40多块钱一本其实挺贵的 他的定位呢,是白领精英女士 是他的读者定位 当时呢,我应该说是白领精英女士吧 因为我当时是长阳法院最年轻的法官 是不是可以算是白领精英呢 所以呢,我是他定位的一个读者 那个杂志呢,当时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 用的纸张呢,也特别的好 不仅那个封面用的好 他内叶用的也特别好 印刷也特别的精美,高清 选择的那些个时尚的时装啊什么的 都是非常非常的潮流的 是当时世界上最时尚的潮流 他装扮的这个时尚呢 是他在中国呢,独创的 跟国外的时尚杂志呢,没有关系 但后来呢,他发展 在我出国之前吧 大约是在98年的时候 他就跟美国的一个时尚杂志 现在呢,我仍然还很喜欢看美国的这个时尚杂志 他叫Cosmopolitan 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人喜欢看这个杂志 如果你去那个doctor的office的话 如果你去看医生啊 或者是你看什么 在北美一般的来说,你要去看医生 或者是去办理其他的一些事情呢 往往都会在那儿等待的区域呢 都会有一些杂志 其中呢,必然就会有这个时尚杂志 中国的这个时尚,就是刘江先生 他这个创办的这个时尚杂志呢 在98年的时候 就和这个Cosmopolitan 跟他们呢,合作 叫时尚Cosmopolitan 在中国 但是呢,在中国呀 刘江先生 他们办的这个时尚Cosmopolitan 就比北美的这个杂志呢 要更加精美 北美的杂志呢 现在它也就是一个 反正普通的杂志吧 在doctor的office呢 一般的来说 跟那个其他的杂志 也没有啥区别 就是一个普通的杂志 其实我们中国人呀 特别的崇洋媚外 有很多人呢 就是喜欢国外的一些品牌 只要是国外的品牌呢 就非常的追崇 其实呢 有好多的品牌 被介绍到中国之后 或者是呢 有些中国人呢 就把国外的一些品牌 通过合作 给引进到中国之后 在中国市场 推出来的产品呢 就和国外的市场 其实不一样 我就发现呢 有很多的那个服装 当他把这个品牌 介绍到国内 在国内市场上 卖的那些服装呢 比在国外的这 更精良一些 做工非常的精良考究 你比如说 MK呀 ZARA呀 还有什么H&M呀 这些个牌子 还有很多像鳄鱼呀 什么的 这些牌子 在国外呢 你要是在市场上 你去看 其实他们的做工呢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如果你到中国 去看什么鳄鱼呀 什么的 这些牌子 它那个用料啊 做工啊 这些个呢 都要比一些个更大牌 更高level的那个大牌 像LV啊 什么的 那个大牌呢 差不多 跟那些大牌差不多 其实现在国内呢 有一些品牌 就是国内 纯粹是国内的品牌 然后他们也做的 非常的精良 有很多国内的品牌呢 比像ZARA啊什么的 在国外的这个品牌呢 都要好 要好很多 但是呢 在中国的市场上 卖的也蛮贵的 像那些做工 非常精良的 甭管是国外的品牌 也好 还是国内的品牌 也好 卖的还都蛮贵的 都要上千以上的 一千多都算便宜的 一般的来说 都要几千 很贵 这个时尚的杂志呢 也是那样的 那会儿呢 他们跟美国的杂志 合作或者是合资 然后办了那个杂志 中国版 要比国外的这个 要更精美一些 我以前呢 也不知道 刘江这个人 然后今天呢 我一看新闻里面 看到这个刘江 我说是谁啊 然后一查 原来是这个人啊 我一般的来说呢 我要是买衣服啊 或者是看这个杂志啊 我不是去那个特别的关心 这个杂志老板是谁 我一般的来说 不去关心那些 我要是喜欢这个杂志呢 我就是看这个杂志就好了 我不去管他老板是谁 我要是去饭馆吃饭的话呢 这个饭馆的饭好吃 我就吃这个饭就好了 我也不去考虑说 国内老板是谁 所以呢 经常的在国内 还挺有名的一些人呢 其实我并不知道 像刘江 应该是还比较有名的 然后今天呢 我还转了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位 叫向力刚的人 我以前也没有听说过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有没有听说过 向力刚呢 他还是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人呢 他就是在电信 这个行业当中 他是媒体人 他就是报道这一方面 介绍这一方面呢 他是一个专家 这两天呢 他发表了一个演讲 就是关于这个5G的 我觉得他讲的还是不错 所以呢 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 有一点啊 我不太赞同他的观点 就是他说 这个5G呢 是中国的 我们中国人呢 应该很为他骄傲啊 什么的 No 我不认为5G 5G并不是中国的好吧 好像是就是中国人 发明了5G似的 不是的 华为这个5G啊 他自己标榜着很先进 现在因为还没有用呢 对不对 也没有投入市场上用 我们都没有见过5G 他先进不先进 都是听华为自己说的 都是听这个中国人自己说的 是不是吹牛 其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啊 再说了 5G呢 据我现在这段时间以来 我也了解了不少了 华为在5G这个技术里面 只是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好吧 在这里面 他只是一部分而已 他虽然说他申请了好多的专利 专利这个东西啊 大家也有的时候呢 也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客观的认识 专利如果说你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别人还没有发明 有的时候呢 也不见得别人没发明 只不过呢 别人没有去申请专利 你就可以去申请专利 如果通过了的话呢 这个专利就属于你 但是也并不代表着你多牛 因为你这个技术呢 有可能让那些个 实业家们来一看的 没有人会有兴趣 把它变成产品 如果你获得了专利这个东西 没有人把它变成产品 推销到这个市场上去 推广到市场上去 那你这个专利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曾经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学校有一个那个教授 他特别喜欢搞一些发明 当时呢 他就有一百多项发明 就这一个人啊 这一个教授 他自己啊 一百多项发明 但是他也穷哈哈的 他虽然有这么多发明 然后没有人把他的技术 变成产品 如果变成产品的话呢 会付他那个专利费 因为没有变成产品 所以他也得不到什么专利费 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专利 专利不说明什么 专利只能说你申请了这些专利 甚至都不代表着说 这个东西呢 别人没有设计出来 好 说这个项利刚啊 为什么我说项利刚呢 是因为啊 这个时尚杂志 现在呢 它就是一个时尚集团 它的旗下呢 有起码二十多本杂志 其中呢 有一本杂志 叫时尚男人 他的主编 他的名字叫袁小娟 后来呢 他为这个时尚集团呢 创办了这个第十五本杂志 这第十五本杂志呢 就叫美食与美酒 后来呢 他就出了名 为什么他出了名呢 他呢 创办了这个美食与美酒 对吧 是关于美食的 她是一个美食家 是一个美女 很漂亮 她是一个美食家 但是呢 她被查出来 得了胃癌 她的胃被切除了 当时呢 杨岚曾经采访她 杨岚有一个节目 叫天下女人 曾经采访这个袁小娟 说她是没有胃的美食家 她得了胃癌 3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2007年她就去世了 年仅35岁 她的老板刘江 去世63岁 63岁也很年轻 现在生活好了 医疗条件好了 63岁真的是很年轻 现在很多人都活 八九十岁 我看着我妈妈 那个老姐妹们 身体也好着呢 所以呢 63岁去世 太年轻了 可以说是英年早逝 那袁小娟呢 更是英年早逝了 才35岁就去世了 她的老公 就是项丽刚 项丽刚呢 她还在袁小娟去世以后呢 她诉这个时尚集团 跟她打官司 打官司赢了呀 然后时尚集团呢 赔了她70多万 项丽刚就拿这70多万 建立了至少一所吧 叫袁小娟希望小学 这个项丽刚呢 她也挺有名的 因为她跟她老婆呢 感情特别的好 然后呢 就说她特别思念她老婆呀 什么的 因此也挺有名气的 不过她自己呢 也是一个成功人士 她原来呢 是中国邮电系统的一个杂志 叫电信世界 她是那个电信世界的社长 那个杂志社的社长 她也挺有名的 她就是在电信方面呢 还比较研究 虽然说她是有文科男 对吧 记者嘛 学文学的 但是她就在这方面呢 进行报道 她不会说对技术上多精通 从技术上她不懂 但是呢 从概念上 市场上什么的 因为她长期跟踪这些 她还比较懂 所以我给大家那个 转了一下她的一个演讲 作为我来说 我一听就能听出来 她是不懂技术 有一些错误的概念 我不赞同 比如说她说 有了5G以后呢 她就描述一下 这个5G世界 5G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她说啊 这个互联网呢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说5G呢 会改变我们的社会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 5G也是改变生活 它不会改变社会 改变社会是包括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政治 改变我们的意识形态 这叫改变社会 其实她还是改变我们的生活 她就是在那里面 她很兴奋啊 她就介绍将来的这个5G的世界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她说将来啊 你们家的冰箱啊 电视啊 这所有的东西呢 都连到了一起 然后你从远程呢 然后你就可以控制他们 你说你给我那个打开冰箱 然后给你打开冰箱 你给我一个什么饮料 然后就给你一个什么饮料 当然说你给你一个什么饮料 就给你一个什么饮料 这里面还involve了一个机器人 对吧 你打开冰箱把饮料给我拿过来 这也参与了这个机器人的 对不对 没有机器人这个饮料 不会跑到你跟前来 这部分呢 确实是将来呢 机器人会比较发达一些 但是呢 机器人并不是一个5G的必然 也不是说非得依赖5G 我认为呢 我听出来他不是很懂那个技术呢 因为你这个机器人这个东西呢 现在还没有5G的时候 机器人就可以有啊 然后呢 无人驾驶汽车其实也可以有啊 他说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冰箱啊 我们的电视啊 什么的都连到一起 现在就连到一起 北美这边呢 我知道那个 Google 有一个Google Home 对吧 Google Home 你就可以把你家的那个 所有的电子产品 我家里就有什么灯啊 对吧 灯的开关呀 监控的东西呀 就是很多东西 甚至呢 就是控制我这个室内温度的 这些都可以连到那个 然后你就可以跟那个Google的那东西 说Google 你给我turn on那个light 然后他就会给你turn on Google 你给我打开电视 那Google就会给你打开电视 说Google 你给我调到25度 然后Google就会给你调到25度 现在就有 不是说一定是要5G才行的 5G呢 他直播会更快一些 有的呢 是认识是不太不太对的 尤其我不能赞同的 反正就是他说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那5G不是中国人的骄傲 再而是呢 我不是很赞同 我们中国人老是 把自己跟那个华为绑到一起 华为的事好像就是我们的事 华为的事是人家华为的事 不要老是跟那个 把人家华为 跟我们自己绑到一起 现在呢 就是中国政府啊 因为华为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意的 趁这个机会呢 就挑起大家的这种民族情绪 然后呢 想趁这个机会呢 增加一下这个国人的凝聚力 有没有这个可能 反正呢 在华为这件事情上呢 我认为中国政府呢 大肆的渲染 华为也是趁这个机会呢 就是来利用大家的这些情绪 鼓动大家的这些情绪 甚至于呢 可以说是洗脑 让大家觉得呢 华为的事是我们一个民族的事 No 华为的事是一个企业的事 它不是一个民族的事 其实呢 我们有些人呢 盲目的去支持华为 华为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不知道 反倒呢 我们知道一些 比如说孟晚舟 他就是跟人家汇丰银行撒谎了 我认为这件事情 我现在 我99.99% 我相信孟晚舟 跟那个汇丰银行撒谎了 然后我99.99% 相信 华为有盗窃别人的技术 基本上肯定的 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的 就是他盗取了人家 那个T-Mobile的 那个所谓的机器人 测试的那个finger 那个手指 那个测试的 他是盗取人家 他安排着他的员工去盗取人家的 这是事实 人家那个发明那个玻璃的那个 发明钻石玻璃那个 他寄给人家之后 人家把那个玻璃寄给他之后 人家就说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出口 不能寄到中国去 而且呢 在美国的公司也应该知道这个法律 美国是禁止 把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出口的 他应该知道这个 但是他们就忽视美国的法律 目无法治 然后就把那个东西寄到了中国 而且呢 他们华为的有一些员工呢 没有法治意识 然后他那个美国的员工呢 就那个非常天真的 让人家那个玻璃那个老板告诉人家说 那东西现在在中国呢 然后中国的那边呢 也很傻 也不知道自己都违法了 然后呢 还把这个玻璃直接就寄给人家那个玻璃的老板 如果有法治意识的话 应该把这个东西寄到华为在美国的总部 让他们总部 然后再寄给人家那个玻璃老板 对吧 人家的玻璃老板就说 他们华为简直是目中无人啊 目无法治 太狂妄了 这有法律 他们就根本就不管 明目张胆的 说在中国 那个东西寄到中国去了 就这么狂妄 我想说的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人 并不了解事实 就盲目的去相信华为 去支持华为 甚至于袒护华为 跟华为一起来狡辩 好 我说到这儿呢 好多人就会不爱听啊 不爱听这是事实啊 好 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吧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